其实我觉得既然加入了部队 尤其是还是从事特战事业 我觉得就不应该分男女 只有军人之分 在我们挑战不可能 去年的舞台上 有这样一位女战士 她完成了一项 在我们看来绝对不可能的挑战 那就是在极端的条件环境之下 完成远距离的盲居 她就是郭子瑞 但无虚发的表现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今天在我们的新春特别节目 有另外一名战士 要来挑战郭子瑞 他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把视线 投到我们的挑战现场 大家好 我是陆伦一 现在我来到的地方是武警警官学院的人寿训练场 那么新年一始呢 各个部队都已经吹响了实战演练备战的起见号 停 今天只有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狙击手的巅峰对决将在这里真实上演 接下来就带您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主角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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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武警警官学院院长范文 全国武警部队优秀士兵通过考核选拔到我们学院学习排行 到校后每名学员都要经过超强的训练 磨练战斗精神 锤练战术技能 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警官学院2018级优秀学员郭子瑞 好 郭子瑞 很多老观众朋友都不陌生 是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老朋友了 大家好 我是武警四川省总队机动第一支队参谋长周建国 近年来我们牢记主席顺持军聘 对接反恐实战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们支队女子特大大队员戴华柳 他有着过硬的音质技能和超强的心理素质 他将向郭子瑞发起挑战 现在我们在现场已经感受到了一些剑拔弩仓的意味 今天我们将在这个拔场里面风云际会 但是要知道所有的记录都是用来被打破的 所有的传奇也都是用来被挑战的 所以此时此刻 郭子瑞 到 是否感到一些忐忑 我一点也不感觉忐忑 因为对于我来说 谁是对手根本不重要 我要做到的只有战胜我自己 作为一名狙击手 我所要做的只有三点 标准 激发 命中 此刻 神秘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火腰味 那接下来 郭子瑞 戴华柳 你们现在可以出发准备了 是 为了保证我们的公平公正 我们找来两位裁判 他们分别是武警警官学院的王庆忠 和我们武警四川总队的张恒 我将和两位一起进入场地 布置我们的挑战目标 今天的挑战在野战的环境中模拟实战进行 山间上共设立了两个狙击点 两位狙击手要先在一号狙击点 分别击中各自的三个颜色指定目标 然后转移到二号狙击点 首先分别狙击一个各自的指定目标 最后争夺唯一的一个红色目标 首先击中红色目标 极为挑战成功 这个地方在我们前的地上摆放了六个瓶 分别是三个黄和三个蓝色 这就是咱们的目标物 对 黄色跟我们的草的颜色是比较接近的 而这个蓝色放在我们绿色的植物里面 也很难以被发现 来 我们看看二位教官会摆放在哪 来 我帮你们一起 好 黄色目标物被藏在了枯草丛中 蓝色目标物被藏在了绿色灌木中 相近颜色的隐藏环境 使得狙击手想从200米外的第一个狙击点 找到目标物 变得格外困难 对 你还能经历过呢 我已经知道我们的草丛中 能不能转移的 是 想到哪 跳过啊 我会知道 你把我那边也会受到 你快乐 我快乐 你快乐 你快乐 我快乐 你快乐 你快乐 我快乐 我快乐 你快乐 我快乐 你快乐 你快乐 设计的是蓝色目标 现在 两位狙击手 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宣布 挑战开始 现在 郭子瑞和戴华柳开始了自己的观察 留给他们时间只有一分钟 一分钟的时间难度还是有点大 再两位狙击手观察完毕后 激发烟雾对目标区域进行遮盖 才正式开始狙击挑战 戴华柳率先拍下了按钮 现在我们可以从这就观察到我们的 遮挡的烟雾已经升起 戴华柳首先观察完毕 强先触发了遮挡烟雾 这给还没有观察完毕的郭子瑞 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郭子瑞只能等待烟雾逐渐消散 才找到全部目标 这个开局可能直接导致 他在狙击环节中属于无力的地位 同时地我们学生 让我们在狙击变成 但我看起来 就能辩解决定了 我为我们有一个想法 golf 东西 我想他们的颜色 我第一枪散然是戴华柳 没问题 戴华柳 背着欺怯一步 这是述华柳 背着欺怯一步 对 我觉得决定成败的关键点 谁先偷动扳机 谁就会影响到旁边人的射击节奏 没问题 黄色的烟雾已经看到了 这代表他的第一枪已经击中 来中 通过现在的那个烟雾 我们可以看到 戴华柳击中了 在之前我也进行了很多 关于打枪的节奏方面的训练 而且包括在各种干扰的情况下 如何去把握好这个节奏 双方连续双方都打着 都在搜寻目标的时候 命中率这些就高多了 但是它是不错的 相方的 亲自知名的 有点大量 排出 准备 注意 柳索 张 还 所 戴华尼先打中了第三个目标 我率先打完了自己的三个目标 在起身的时候 我用余光看到郭子瑞 还没有寻找到他的第三个目标 我觉得我已经赢得了比赛的一半 按照我平时狙击训练 做打出来的节奏去击打目标的话 我还是很有心情能赢的 狙击手每次狙击 都需要长时间地调整呼吸和心率 快速地负重奔跑 将严重地打乱他们的狙击节奏 这对两位女战将 是一个非常严酷的考验 二号狙击点的目标 隐藏在230米外的一片灌木丛中 所有的植被树木都随风晃动 这些摇晃的物体在瞄准镜中 都会影响两位狙击手的观察和射击 狙击首先要发现目标 然后才能够击中目标 今天的狙击目标 除了被藏层灌木和杂草遮挡外 山谷间骤然升级的雾气 更给狙击目标增加了一层天然的阻隔 观察变得越来越难 比对手更先发现目标 是取胜的关键 那我们就看 我是瑞佳游啊 现在戴华流已经领先了你很多了 是哪儿啊看到过他 躺得太隐蔽了吧 到了第二个狙击点 当我趴下的时候 我顿时都蒙了 因为在轻比赛规则的时候 说是第二个狙击点的难度比较高 但是我没有想到 在我的视线中 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目标物 这儿怎么样 这个位置我觉得难度系数还是有点低 因为太明显 是 确实 作为B目标点的区域 难度要更高一点 咱们得升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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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哪儿合适 在这个位置 我天哪 这可真是打磕了就 二号狙击点离目标距离更远 可以增加难度的隐藏方式 让目标更加不容易被发现 而且沿途的灌木遮拦 更远的狙击距离 让击中目标的难度 也变得难上加难 它们还能挑战成功吗 帮我再看 第二个背景 还有 2017 新鎖和新鎖 新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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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过去之后 郭紫睿往里终于是完成了 在一号把战 最后一个目标击打 他成功的击中了 哇 赶紧放这枪往这跑 加油啊 这个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现在戴华柳已经在二号位寻找了一段时间了 他并没有发出他的第一枪 波子瑞到达了目标点 两个人其实又七头并进了 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对 在我最着急的时候 波子瑞已经跑到了我的身边 我心里就很着急 太阳里还没有找到目标 太阳里还没有找到目标 开出的第一枪 收划间 太阳里还能做 制胜的一个最关键的点 就是把控好自己的设计节奏 只有把控好了自己的设计节奏 才能保持好一个最佳的心态 去完成每一个目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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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 艺术 来 报告我们的最后结果了 好 现在 戴华柳和郭四瑞已经朝我们走来 太棒了 欢迎你们 太棒了 太棒了 辛苦了 二位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但是确实也给我们留了个非常大的悬念 刚才我们在这儿听 最后一枪 你们俩几乎是同时扣动的扳机 但是最后是谁打中的 你们现在自己心里有数没有 我没有想太多 谁先打或谁后打 因为我非常的肯定 也非常有信心确定 我打中了最后一个目标 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打中了最后一枪 我们只有等待我们的最后的观察员 看看能不能给我们结果 报告 经B区域 双方观察员判定 郭子瑞 郭子瑞 借请 咱们 公子� 资金 董事 万一 非常精彩的一次挑战 也再一次刷新了我们对于狙击手 这样一个神秘而又特殊的岗位的认知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两位神枪手 请到了我们现场 掌声有请两位女神枪手 郭子瑞 戴华柳 有请 欢迎两位 子瑞你好 你好 子瑞你好 先见面了 郭年好 郭年好 戴华柳你好 刚才的挑战非常之精彩 看着我们也是手心里一直捏着一把汗 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当代女兵的霎爽英姿 子瑞你好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 老师好 你好 我刚才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你现在已经是武警警官学院的一名学员了是吗 因为可能自身的军事素质比较过硬 所以说从特战部队提干到了武警警官学院 那你的学习和训练有变化吗 有的 其实老实来说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再摸过我的狙击枪 也没有再射击这方面进行训练了 所以说我挺感谢这次挑战的 因为这次挑战可以让我再次与我手中的伙伴并肩作战 我感觉很亲切很开心 那两个挑战 很多的困难 你觉得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最大的难度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在野战环境下 它的山林里面树枝和树叶比较多 瞄准镜里面几乎看到的全是绿色 而且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树叶和树枝 当天也是下了一些小雨 山林里面雾也很大 所以说可能对寻找目标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挑战的环境 就是你们平时训练的一个环境是吗 是的 华柳我们是今天第一次这样面对面的和你交流 老师好 你好 我想问问特战队应该说既有男战士 也有女战士对吗 是的 我们的女战士平时接受的特殊技能的训练 跟男战士有区别吗 我们特战大队的女兵和男兵训练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主要训练勤拿格斗以及射击攀登等特种兵的训练 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勤拿格斗和射击 在训练过程中可能男兵的力量受不住 然后在搏斗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女兵受伤 你自己有过什么样的受伤的经历吗 在第三年的时候训练格斗术的时候把右手骨折过 那你们会怎么样来看待自己作为特战队女兵的这样一种身份 其实我觉得既然加入了部队 尤其是还是从事特战事业 我觉得就不应该分男女 只有军人之分 今天二位的表现真的是没有辜负你们身上 所背负的这份荣誉和责任 未来特战队是要战斗在反恐第一线 时刻可能都会面临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 今天二位在这样一个接近实战的现场 又一次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挑战 但最终其实你们是战胜了自己 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了特战队的女兵 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 向你们致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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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